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玉宁和蓝海牙 名单京城球队两将上榜在这份名单中 两支北京球队国安和人和分别贡献了维世豪和曹永静两名球员 两人都是边路多灭手 尤其是维世豪 很有可能在三前锋体系中占据一个边峰位置 作为这支U23国家队的元老 维世豪在年初的U23亚洲杯上表现不俗 虽然在此后的联赛中遭遇伤病 状态不佳 但此次出征一拟 教练组依然对他信任 与为世豪一同入选的曹永静 虽然没有入围年初的U23亚洲杯名单 但在联赛中的出色发挥 还是受到了U23教练组的关注 此次在长洲备战 他的表现同样亮眼 展示了能进球 能传球的特点 除此之外 曹永静能够同时胜任前腰和前锋位置 这一点为他加分不少 相比之下 国安小将巴顿的落选令人稍感意外 联赛开始至今 巴顿共出场13次 打进一球 但从世界背后第二阶段开始 巴顿大多是在比赛最后阶段替补上阵 比赛时间少是落选原因之一 而且 马达洛尼与米皮在两级国家队主打433阵型 比起擅长边峰位置的维士豪 巴顿更适合出任双前锋中二前锋 自身位置与球队阵型的不匹配或许 也是落选原因之一 根据上周日对阵马来西亚史玛达洛尼的布置来看 维士豪和唐诗很有可能出任主力边峰 给中锋张玉宁类球 而当场换下他们的黄紫昌和陈彬彬将对两人的主力位置发气冲击 隐患全队只有两个门将在门将位置上 意外地只有两人入选 他们分别是来自梅州客家的李正及上海上岗的陈薇 在此前的比赛中 1998年出生的陈薇 展现了出色的心理素质 门线技术与出击能力均衡 没有明显短板 入选并不意外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山东路能小将周玉成的落选 此前 周玉成一直是这支球队的常备门将 相比其他两人 周玉成年龄稍长 一直是1995年龄段的主力门将 大赛经验和过往表现都很出色 此前入选亚运最终名单的呼声很高 这三人之外 在联赛作稳主力 且是联赛中唯一一名主力门将的国安球员 郭全博没能获得出战机会 令北京球尼惋惜 由于从联赛第一阶段最后时刻才爆发 郭全博还没有入选U23国家队的经历 国字号经验稍显不足 而且目前的两名正选门将状态稳定 如果不是临阵出现伤病等特殊情况 教练组换门将的可能性不大 在年初的U23亚洲杯以及此前的集训中 这支U23国家队一直是三名门将的配备 但由于本届亚运会男足名单只能报名20人 中国队无奈只给门将留出两个名额 这意味着 从首场比赛开始 如果主力门将受伤 中国队将面临只有一名门将应战的风险 政策上海深花受影响 大亚运最终名单公布 也与亚运期间中超 中甲联赛被U23名额使用息息相关 七人落选最终名单 北京国安 广州复利 上海深花和河南建业四家中超俱乐部 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根据足协公布的亚运期间U23政策细则 从U23国家队 8月14日参加首场比赛直到被淘汰出局 俱乐部每被争掉一名U23球员 该俱乐部在单场联赛中的U23球员累计上场人次 可少于本队外籍球员实际累计上场一人次 外籍球员上场政策不变 每场比赛累计上场中超不得超过三人次 中甲不得超过两人次 由此来看 上海深花受到的影响最大 由于同镇 徐游刚的落选 深花将从此前的一名U23出场调整为三人 此外 由于黄正宇和龙城的落选 广州复利和河南建业的U23上场人次 也有两人调整为三人 北京国安受到的影响最小 巴顿回归球队 U23上场人次增加一人 需要指出的是 本周末开打的中超第17轮比赛 将延续亚运最终名单公布 之前的U23政策 新标准适用于中超第18 19轮 中甲第19 20轮 以及足鞋杯赛第7轮第一场 当然 如果U23国家队 在亚运会上小组出现 获取得更好成绩 则新标准将继续实行 最长将实行至中超第21轮 中甲第22轮 才写新京报记者徐晓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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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